总统蔡英文今天南下到了台中 视察空情总队勤务 当场宣布说要来帮空情加薪 从7月份开始 不但要调高空情人员的终点费用 飞航人员每个人每个月 更会加发有4万块钱的奖金 就是希望可以留住人才 另外总统也指示了 加速台中与台东 以及松山空情驻地的兴建 要让空中的救援提升到30分钟之内 就能抵达现场 小英总统亲自坐上黑音直升机化身 成为空情人员 仔细听着教官讲解机内操作和设施 也不忘对着镜头挥挥手 总统蔡英文和内政部长徐国勇 共同视察空情总队台中驻地 也特地带来大礼要帮空情加薪 从7月1号开始 包括飞航人员 收护人员 载到随机人员 终点费全部调升 为了留住人 飞航人员每人每月 更加发奖助金4万元 空情总队专责空中救灾救难 以及救护等五大任务 救援同时也冒着生命危险 从民国九十三年成立以来 已经救了七千一百人 今年更执行十六场森林火灾抢救任务 总统蔡英文也指示 加速台东松山的驻地兴建 让未来救援任务更快速 更及时 让全国的空中救灾 都能够在三十分钟内抵达现场 推动待遇调整 留住人才 鼓励空情人员继续救灾服务 更要提升救灾基地的硬体设备 以强化空情的救灾能量 接下来将视捷台中报道